无奈疫情已经影响了渔驾 现在又碰上了台风来袭 无法出海 苦喊日子则难过 台东近海卷起一波波大浪 朝富岗渔港袭来 拍打瞬间激起五公尺高的浪花 就连港区内的渔船都被打得左摇右晃 就怕赚钱吃饭的渔船碰撞损毁 渔民一大清早就赶紧绑身加固 做好防台措施 罗比台风逐步逼近 气象局4号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虽然不会直扑台东 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台东各地海域已经出现长浪 船公司也紧急宣布 五六号两天往返蓝雨绿岛的客户轮全面停驶 而最苦不堪言的恐怕还是渔民 近期渔货量不佳 价格又受到疫情冲击走跌 如今接人碰上烟花及卢壁台风 生计大受影响 这次采用过后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出港 不管出去啊 没有出去就没有办法捉到鱼 家里都种一些菜而已 疫情加上台风双重冲击 渔民生计没了着落 无奈日子难过 但台风来袭还是不可大意 加上防台 顾好渔船及自身安全才是最重要 这里是小家会台东市报道